那时间是真快 《神话》这部剧一转眼就十年了 太可怕了 自己指导不 大家对你们三个人 在剧中的一个统称叫做是 《神话三美》 《神话三美》 真的吗 对 倒是也挺实事求是的 人印象最深的那场戏 跟我们再来分享一下 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 因为现代戏和古代 古装戏嘛 一个是在北京拍 一个是在河北拍 我经常就是说 拍完现代戏之后 坐车 坐山路 还是那种很陡的山路 坐四个小时 到那边换成古装戏 然后再回来 这样来回来是一个星期 就几乎没有粘过床 有一场戏我印象很深 因为如果那场戏出了意外 可能大家今天就看不到 我站在这里了 那场戏是我在一个山路上面 我们当时真的上了那个 非常窄的山路 那个马呢 当时因为反光板 它就受惊了 这个很吓人啊 对 一个古路已经掉在悬崖的外面了 我完全不知道 我下来了之后他们跟我说 刚才就是我们武术指导 袁冰老师 说脸都绿了 现在回响还后怕了 我其实就拍了一个多月 因为我等于是客串的戏份 但是这么痴心的姑娘 演完之后我也是非常难出戏的 我觉得我真的出戏 可能花了半年时间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就比较经典的一个求婚 吕肃小姐 你愿意嫁给易小川先生吗 老胡是准备了非常现代的一个下跪求婚的很长的一段词 跟他合作其实有点像那种小导演 他会改得很漂亮 今天三位带我们重温了这个经典剧神话 当然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个额外的任务 因为你们在拍剧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 比如说绿木啊这样的一个拍摄经验 所以你们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一关 将会作为关注的身份出现 对于我们场上的两队 绿木抠向表现 给出你们的打分和你们的判断 你们也会落到我们的手里 等着马来一起进入下一关我们的流光幻境 超稳温云台夜拍是王牌 Vivo王牌时刻马上进入流光幻境 我在想扔不扔 你们对你觉得谁会认知 对 唐哥 所以你这样不担心 你们对你吃真的最多的 不担心因为我一直没扔 我们是要保护自己的队吗 现在看来也没有什么可保 那我把我刚才抓的这三个都扔进去了 提醒我 我还没来得及住呢 你会不会担心你们整队的三生石太多了呢 不担心 因为我们对他们没有什么石头 石头都在我这儿了 我们还剩四颗 那我今儿扔了六颗 我贴了 在开始游戏之前呢我们先分配一下 上一轮的三生石碎片 目前场外的四个香炉当中 已经出现了二次片三生石碎片 而且两队投放的碎片数量一致 杨迪的兜里就剩一个手了 别瞎说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三生石碎片的一个分配 因为上一轮两队打平 所以现在两个香炉里面分别有二十五颗三生石碎片 线侠队先来 每个人五颗 五五二十五 刚才谁最后抽的谁先来 特公平 你上 这就同意了 肯定同意啊 因为我第二个抽 哇 哇 提醒一下 颗数最多的个人将受到终极惩罚 好 下一个是杨迪 杨迪是美人五颗这个理念的发奇者 一颗 两颗 三颗 四颗 五颗 你五颗后面怎么多了一个动作 五颗 我第五颗的时候顺手多带了一颗 放回去 第三位是 一心花的时间比别人都长一些 是 往里放了 五颗 哎呀 挺沉的 你都飘起来了道儿都 你挺沉的 坦荣来 你挺沉的 真棒 不属于自己的绝不多拿 属于自己的 嗯 拿不动 好 坦荣结束 剩下的全部都是小新的 林克星就别看了 一兜庄得了 什么下 不是 我不确定这一个道儿能装验那么多吗 两把 三把 感觉确实不少 没事 林克星有体力 有 王牌家族 什么策略 我们商量好了已经 你几个啊 一共就四个 四个 你怎么这么少 我让你几个三个 我怎么那么多啊 我让我几个啊 哈哈哈哈 你还有几个呀 我还有四个 你一共几个 我没有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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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脸 我脸够胖的了 哈哈哈哈 一共二十五个 腾哥现在都是有四个是吧 四个 拿七个吧 七个十一个 我直接拿十一个 拿一个 十一个是吧 你呢 四个 四个 剩下的你拿吧 商量好了 商量完了 随便拿了就 帝君呢 嗯 嗯 好 让我拿了啊 可以了可以 我我都拿完了 妹妹 你也长大了 王牌家族 你也该承担点什么了 他走了 别人了 人太多 我们就输了 抓住了 不不不 我跟你分点 往往这放 往往这放 其实不多 我刚过来的路上 像放鞭炮一样的身 太重了 设计的不够科学 你知道吗 我光是这么看 我都觉得完了 别再 你别动了啊 你不要再动了 就是说 其实他们没放多少 对 他们反而平均分了 他们反而赢 你相信我 我们这会儿 把所有的平均分 分一下 我们还有点胜算 你给我来两 真的放我这 我七个比你多吗 当然比我多啊 我才少呢 好 这些给你 你也不用看 也不要问 你最好别扔了 我不多了 因为你差不多了 可以了 要命了 要自保啊 对 对 好 好 每个人必须清楚 自己的包里 一共有多少三生石的碎片 最后 口袋里三生石碎片 最多的那个人 和放出三生石碎片 最多的整队 都将接受终极惩罚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游戏 流光幻境 这关呢叫做流光幻境 我们要考验一下大家的仙术 所谓仙术 就是请大家在我们这块 巨大的绿幕面前 感受一下 和这个仙境的结合 五毛钱呗 我们大概花了有七毛多 太猪 太猪了 太便宜了也 三位评审 仔细观看 你们将在所有表演结束以后 共同给出一张支持卡 我们来看一看 你们将面临的 第一个挑战的片段 是什么 请看 蛇身要出来了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以前的特效 以前的特效 直接睡觉 挑战这个片段的是 贾琳和杨迪 我那个好难 大家现场感受一下 就是抠画面是怎么抠出来的啊 直接的看到了 这抠的还可以啊 来 三 二 一表演开始 天哪 我 我 我的腿 我这是怎么了 天哪 难道 我的尾巴要出来了 这 这 这可怎么办 这 这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呢 好难受 快 快出来出来 天哪 天哪 这是什么忙 铃儿 我来啦 铃儿 我回来啦 夏娃哥哥 你怎么了 我生病了 什么病啊 舌盘窗 说说你今天找我来干什么呀 是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给你爸送点什么东西 所以我给你爸带了一壶这个 泡酒 你看看 对哦 你爸呢 泡酒呢 你说老爷子还挺忙的 对了 不仅有这个舌泡酒啊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 舌油的护手霜 你闻闻味很香的 嗯 是挺好的 嗯 我就先不用了 我用它的话 有点化舌添足了 是吗 这样 天也不早了 要不 你先回去吧 哎呦 你不说我还忘了 我告诉你啊 最近这外面有点不太平 嗯 听说 最近有一个舌筋出没 我们得小心点 别紧张 我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宝贝 哈哈哈哈 听说只要这个舌筋 听到这个笛子吹出的声音 它的尾巴就会不由自主地摆动起来 这这怎么办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啊啊啊啊啊啊 灵儿怎么回事这是 消遥哥哥 啊 其实 我就是一个舌筋 这是我的尾巴 这一切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 这么说你不是灵儿 我不是 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 假灵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错 我就是假灵儿 但 我也早就发现你的不对了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消遥哥哥 什么 你看出来了 你怎么看出来的 刚才你吹笛子的时候 我就看出来了 你手里拿的 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笛子 而是 羊笛 哈哈哈哈 没错 我就是羊笛 好烂的梗啊 那咱们赶紧走吧 走 走 哈哈哈 可以了可以了 哈哈哈哈 其实没关系 不给 随便 不准